另外一个场景在台中港出现 这令人觉得十分可恶的虐狗行为 因为这些钓客拿着钓鱼线 绑住了流浪小狗的腿之后 再用力的抛肝 把这肝一甩出去之后 重量有14公斤的狗就整个重摔到地面 导致小狗的前腿整个骨折 走路就一掰一掰的 如果其他钓客看到了 这无辜的狗儿被残忍虐待 实在是觉得非常的过分 立即通报了动跑团体进行抢救 钓客把手中的钓杆成抛物线奋力抛出 这就是所谓的抛肝动作 台中港竟然有钓客把 徘徊在港区的流浪狗当作鱼儿 用鱼线绑在钓杆上狠狠的抛甩空中 他看到有人拿钓鱼线 拿钓杆拿钓鱼线 缠住这只狗的前脚之后 用力往上甩之后 再重重的摔到地上 然后那个狗就惨叫一声 然后之后他的前脚就没办法走路了 重大14公斤的流浪狗 被抛到半空重重摔地 痛得哀嚎惨叫 其他钓客看了觉得于心不忍 赶紧打电话通知动保团体来救援 他非常不应该 没有想到说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那个狗看起来是乖乖的 他也不会去伤害人 不管怎么样 都是非常残忍的一个行为 残遭残忍灵虐的流浪狗 左前脚骨折一搏一搏相当虚弱 再晚一步可能生命不保 经过手术也要一个月才能康复 动保团也希望目击者能够勇敢指认 揪出虐狗的遏止钓客 东东西文盘就为蔡新章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而另外一个被爆料的情绪 就是残忍的虐狗事件 我们要来关心 这个事件发生在台中港区 有钓客当时是用钓鱼线 绑住了流浪狗的左前腿 再以钓竿抛竿的方式来抛摔 导致狗狗从高处落地之后 直接骨折 必须要动骨科的手术 才能够行走 目前呢 动保处接获了通报 要追查残忍的钓客行责 害怕人车靠近小黄狗 一搏一搏的躲避 在车道中穿梭 险下还生 他会受伤 竟然是被钓客凶残的虐待 附近的钓客都这么跟我们讲 就是说 他看到有人拿钓鱼线 拿钓竿钓鱼线 缠住这只狗的前脚之后 用力往上甩之后 再重重地摔到地上 然后那个狗就惨叫一声 然后之后 他的前脚就没办法走路 我们觉得这种是一种 很变态的行为 动保团体在现场 要找小黄狗时 虐待狗狗的钓客 一度还在现场 最后小黄狗被送到医院时 受医师发现他伤势严重 这个地方有很多基建 基建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他没有手术的话 他的脚是不会放下来走路 不要害怕哦 你好乖哦 在这边休息哦 多吃一点哦 动保团体表示 第一次看到已钓鱼线 铲腿在狠抛重摔的虐狗手法 依照动保法规定 虐狗成伤 可处一年有期徒刑 和一百万元的罚还 已经通报台中市动保处 追究钓客行则 一定是江志南张哲元台中报道 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揭发真相 同时也要带您掌握最新的资讯 一定是报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